一家公司因为吹牛被罚了250万 怎么情况呢 你敢相信啊 举国之力都还没有搞定的光客机 居然被一家60亿市值的A股创业版公司给搞定了 不光说是已经提供给了国内的龙头企业在用了 还说已经出口给了日本韩国以色列呢 牛皮吹得震天下 股价跟着蹭蹭涨 但是好景不长啊 谎言就是谎言 很快就被啪啪打脸了 冲进去的散户们亏得稀里哗啦的 监管层的罚单也随之而来 你对公司罚款150万 对于相关责任人罚款100万 加起来呢 刚好罚款250万 250 真是一个应景的数字呢 9月上中旬的时候 由于华为Mate60的横空出世 A股的遥遥领先概念非常火 连带着光客机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能沾上这个概念 股价就会大涨 正好啊 有人在深交所的互动役上问苏大维格这家公司 说你们家的光客机跟相关的技术 有哪些知名企业在使用呢 公司的董秘就回复说 公司的光客机已经实现了 向国内龙头芯片企业的销售 并且已经实现了向日本 韩国 以色列等等国家的出口 这个深交所的互动役啊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官方办的古巴 主要就是方便上市公司跟股民沟通的 这句话一回复呢 结果下午开盘之后 苏大维格的股价直接游跌转涨 并且20厘米的涨停板 但实际上怎么一个情况呢 这家公司搞的所谓的光客机 是那种在铁板上刻字的 它跟制造芯片的那个光客机 是差了十万八千里都不止 这个牛皮吹起来之后呢 交易所很快就关注到了 第二天就给公司发了关注函 问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随后呢 公司的股价马上现原形 当时最高38块半瓦八 现在跌到只剩25 跌了差不多40%了 苏大维格这个牛吹得太离谱 享受到了监管的铁拳 但是呢 这事还没有完 随着监管处罚的认定 公司还将会面临着 之前因为这个事买入 而亏损了股东们的索赔 当然了 其实那些跟风买入的人 也要扪心自问一下嘛 你们到底真的是相信 这样公司有造芯片光客机的能力 还是睁着眼闭着眼 纯粹在搏杀 跟风短炒一把就想走呢 其实咱们A股 类似这种炒概念的现象 实在是太多了 记得之前呢 广东有一家搞物业出租的公司 请了一个搞冰朗的专家 然后就号称说是 已经把全世界都没搞定的 非洲猪瘟的疫苗给研制出来了 还有其他的什么 引力波啊 量子纠缠 边缘计算之类的 反正只要有新技术 能够被发明或者是发现 A股总能够找到对应的概念股 然后再炒作一番 但问题是啊 赵老爷家里面有好事 RQ们字还是图个啥呢 你跟着去凑热闹的结果 往往就是挨一顿 劈头盖脸的敲打 然后再被呵斥说 你也配信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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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